在這裡要再一次講清楚 兩岸的議題是中央的職權 我們也有相關法規 在管理兩岸之間的交流 高雄的這件事情充分顯示出來 相關人士對兩岸的交流 跟兩岸的決策系統 確實有不了解的地方 但是我也要再講一下 近來高雄出現了很多比較難以理解的事情 恐怕是因為市長在忙其他的事情 沒有放心力在領導這個市府 市府確實要把發條上去高雄市政府的高雄市 確實給韓市長很多選票也很多期待 我也希望我們市長在參加初選之一 真的要重溫注意高雄的市政 這樣才不會有一個權力重贏的這種現象 尤其是他現在還在爭取選總統的機會 來 楊老師 政府怎麼應應這個態勢 包括蘇貞昌昨天發表臉書都講了 這根本就是一個大騙局 這是這樣講是一個善意耶 蘇貞昌如果不講這是一個騙局 他就處罰了耶 騙人說謊不犯法 他這是給中央的反應是認為 第一方上或者是韓國瑜的市政府 想方設法繞過中央跟中國直接接觸 這一次小三通的案例 就是韓國瑜在想辦法 因為韓國瑜第一時間的反應就是 我們希望中國的人就這樣直接進來啊 越多越好啊 所以他這個意思就這個意思 破出去人進來原來是這樣子 他就是想要落實 潘恆旭是講上半段破出去 韓國瑜是講下半段人進來 他們腦海裡既沒有中央的法規 他也沒有兩岸交流的任何規範 他們就這樣子橫著來 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要去落實 他們想要跟中國直接往來 想辦法來增加中國觀光客的目的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可是呢 建設會說明證件已經落實了 那這個其實也是給他們一個下台階 如果他們是真的要搞小三通 他們就觸犯了刑法 觸犯了國安法 這個換句話說其實中央的回應 是告訴他們說你們不要亂來 就把他當作小孩子亂來一樣的 沒有把他當作認真的違法 認真的要加以追究處罰的意思 換句話說這是一個善意 所以我覺得韓市府的這一個 整個的氣氛其實應該要加以改變的 因為他們從頭到尾都知道 韓國瑜在選市長的時候 那些承諾根本做不到的 因為他們高雄沒有辦法營造出一個 吸引觀光客的一個真正的方案 沒有 他們就想走小路 想開小門 今天高雄市議員 林志宏已經去控告他了 他馬上加入我們討論 他手中有 當時簽下合約的一個內容 等一下林志宏馬上回到我們現場 但是呢 我要告訴官人朋友的是 在今天的十點的頭條新聞當中 我們要關注的是 韓國瑜的北農的爛杖裡頭 現在北檢殺盡的北農 而且呢 超額盈餘變成是韓國瑜的私房錢 裏頭到底查到了什麼呢 因為整個背信罪似乎出現最新的發展 周刊爆料內容 韓國瑜總經理任內 這個優游紓壓專案 都是由韓國瑜 清點親信 出國旅遊費用 全部由公司來買單 包括旅遊地點 遍布中國 東南亞等地 讓人質疑 根本濫用公款 收賣人心 北檢人員在5月20號 再度到北農搜查設證 同時裡頭也踢爆 原來他的年薪是400萬 當時北農的總經理 吳英玲 250萬 被多少人罵 高級實習生 那你現在呢 你這是一個假菜賣菜狼嗎 來 聽聽趙大現場 北檢公車停在北農大門口 檢調人員手上拿的這一箱 是韓國瑜北農總經理任內的 會議資料及帳策 北農被信案又有新進度 郵游紓火他好像分了四五團 帶去十元島 跟韓總經理同一團 當然就是他比較重要的一些幹部 他帶進去的這一些情信 那跟他同一團的家屬 全部都由韓總經理 特簽就由公司付簽 那跟韓總經理不同團的 其他三四團 全部就依照公司規定 自費 這事情就是讓人家覺得 怎麼會是兩套標準呢 周刊爆料的悠遊紓壓專案 攤開地圖來看 韓國瑜任內期間 員工旅遊遍佈 日本 中國及東南亞 每個人團費 壓在三萬元以內 超過十次出團 從零星幾人 到一團二十四人都有 全由公司買單 金額破百萬 而其中能去旅遊的這些人 通通都是韓總親自清點 加上年薪高達四百萬 甚至發放高額獎金 給自己爭議不斷 一百萬 最高可以零四百萬 然後比吳宁你兩百五十萬 有可能啊 他是外圍的一定更鬆的 所以那種什麼回貓 我相信應該都有 就是股東大會都通過了 董事會也通過了 所有的支出 一切都是合法 韓國瑜自稱一切合法 不過北檢現在再次查扣新市證 也穿換對公司法 極有研究的學者來分析 證詞疑似對韓國瑜相當不利 現在得等檢調好好釐清 來 玉福大哥怎麼看 北檢很顯然這個案子 背信罪好像一直掛在那個地方 來 怎麼看他的演變 韓國瑜當時在北農 我的印象中是有兩個案子 一個是蔡崇案 一個就是涉及到背信案 蔡崇案是結案了 那背信案一直擺到現在 也沒有任何的進展 譬如說你檢查機構 你做完的時候 你到底要上訴牽結什麼 目前為止掛在那邊 一直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結果 那如果說是背信 如此一個去翻帳冊 就可以知道的事的話 你一年多來釐清這麼久 到底釐清了什麼 我們覺得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 我覺得如果說認為說 這裡面的確有涉及到 背信的問題 你就證據收完了該起訴就起訴 不用拖了 那一般背信罪大概就是二審制 二審就定宴 其實它也不是一個這麼複雜的案子 我一直不清楚 就是說北檢在這一個案子上面 拖這麼久 能不能出來說明一下理由 因為拖這麼久一定有原因 就是說如果說證據的離金 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牽結就牽結了 該起訴就起訴 但是為什麼拖這麼久 到底有什麼問題 因為你現階段如果沒有 我覺得這個消息出來 對韓國瑜不公平 如果有 而你壓著不去做適度的處理 我覺得北檢是不是有點太多失職 我覺得無論有沒有 北檢現階段應該是出來講話 透過媒體 當然我覺得媒體上面寫到 這一個程度上面 唯一就是要釐清的就是 這個錢的動資是不是涉及 違反公私利益而達成背信 那查這個我也覺得並不是很難吧 所以我覺得北檢應該 可以盡速出來說明整個案子 我覺得該牽結你就牽結 該起訴你就起訴 不用偷偷拉拉 來我請教瑞德大哥 我看靖州看這個獨家報導 我有兩個感想 第一個這個案子看起來一直掛在北檢 第二個很顯然如果他屬實的話 哇他年薪是400萬 這不就比較為你來講 你根本是一個假的賣菜狼不是嗎 我先說明 那麼因為我當過司法記者 也當過司法組的組長 那麼莊人權委員以前當過律師 現在有律師身份 那麼北檢事實上並不會出來 針對本案的整個偵辦 經過詳細的說明不可能的 因為偵查不公開 不過北檢頂多做一個動作 就是出來說有關媒體報導 對不對 我們不予置評 然後全案能在偵辦中 這樣就好了 因為媒體事實上有拍到 包括檢查事務官等等 然後來到現場 包括可能檢調單位 那麼來到北農 拿走了一些相關的一個證物 對不對 現在知道的 如果沒有錯的話 調走了大概從韓國瑜 那麼103年進到這個北農以後的 董監事會議紀錄被調走了 然後除此之外 還調走了出國的員工 招待旅遊相關連招標紀錄都掉走了 也就是說這個案子 北檢的動作顯然沒有我們想像的 這麼簡單 為什麼跟各位解釋一下 因為其實連續在週刊 那麼連續報導了好幾起 韓國瑜北農的這個背信案的記者 就是我以前的部下 然後我非常了解我的部下 為什麼呢 因為這位傑出的司法記者 他的檢調關係非常好 那在我們台灣的社會記者裡面 分為警政跟司法記者 我警政跟司法的組長都當過 然後我們這位司法記者 他檢調的內線也好 還有關係也好非常厲害 所以他可以知道 你沒有發現其他的平面媒體的記者 不過他有涉足 然後他瞭解這個相關的案件 可是他卻可以一手掌握很多的東西 也就是每個記者他們在自己本身 在檢調也好 在警方 在不同的刑事局 他們有不同的內線 這就是記者本身採訪新聞 他確實在檢調 尤其在北農這個案子 掌握得非常的精細 我只能這樣講 那至於內容 我相信 以我對他的了解 他也掌握很多 但是問題是 他是逐步逐步的把它給弄出來 那檢調單位 經過連續幾次媒體的報導以後 我相信也有壓力 尤其現在這麼敏感的時刻 那其實呢 那麼檢調就是不想要 太過大動干戈 然後大張旗鼓去辦 因為其實有兩個案 就跟剛剛那個 尚一夫兄所說的一樣 一個是有關於蔡崇案 蔡崇案 2017年1月 不是到新莊王小姐 常常去打麻將家裡面 去搜索的那一次 那個是蔡崇案 蔡崇案的部分呢 因為沒有辦法有 確確的證據直接 載明這個韓國瑜涉案 所以把他不起訴 那麼另外這個案子 背信案呢 卻還在調查當中 沒有錯 你應該這樣想 如果有的話 早就結案 早就應該還那個韓國瑜 一個清白或公道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嘛 那你也應該從另一個方向想 為什麼一直都沒有結案 你知道嗎 為什麼沒有 因為不是起訴 就是不起訴 頂多案子沒有明確簽結嘛 為什麼 就表示他還在辦 還在辦的過程當中 這次調的東西資料更多 你怎麼知道 他沒有經過這個案子 秘密在進行什麼動作 秘密在進行一些 我們不能在這裡討論的 所謂偵查不公開的一個動作 因為這個案子的政治性 遠遠的大過他的司法性 所以檢調更要非常的小心 那事實上呢 韓國瑜在北農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人發明那個 那個什麼高級這個實習生 吳英寧 說吳英寧什麼一年250萬 什麼事都不做 最後發現你根本是誤殺中年 他做一大堆只是他不講話 那這也是吳英寧自己本身 人格上面的優缺點啊 你知道嗎 他認為我默默做就好了 我幹嘛出來講 結果你被人家貼 標籤了以後 好像就年輕人說 我一年賺不到100萬 你缺250萬讓那個實習生 結果你後來發現了吧 韓國瑜賺了更多 而且韓國瑜常常在應酬 為了北農 很辛苦從中午開始喝嘛 不是這個樣子嗎 所以人家到高雄市長 到現在都沒喝醉 為什麼 因為北農可能常喝醉 你知道嗎 為了公事正式為國捐居啊 那麼你也要知道 韓國瑜把北農賺的錢 弄了很多額外的獎金 給了很多人不是嗎 然後也包括招待出國旅遊 好像也包括太太李嘉芬女士嘛 對不對 然後韓國瑜在面對 今天在面對有關於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的說法是經過 這個都是經過董事會啊 也經過股東大會啊 各位 經過董事會跟股東大會 並不表示就不違法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我必須做這個動作 現在包括檢調單位 我要嘛就一次就一定要 要嘛就還他清白 或者扳倒韓國瑜 否則他不會草率去做 這樣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倒認為啊 鴨子滑水是檢調現在 在辦這個案子的主要的原因 不過我還是附和一下 易夫兄的說法 為什麼 就因為這個案子 充滿了政治敏感性 所以可能要加把勁 加大力道 要把所有的證據 如果證據真的不足 那該怎麼辦 你就怎麼辦 就做出一個決斷 那至於說檢調單位 為什麼一個案子 會牽那麼久 拜託 檢調單位 在偵破很多案件的時候 一拖三五年 那是家常便飯 為什麼呢 還要長期監聽 還要長期怎麼 怎麼向去布宣 因為沒有確確的證據 沒有足夠的證據 那麼給他錄他於 把他自己本身 把他起訴的話 你根本就拿他沒有辦法了 不過從這個案子裡面呢 我倒覺得我們可以發現 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一個公司的總經理 尤其他不是單純的一家 完全民營公司的總經理 他是跟社會大眾 攸關幾百萬 等於說老百姓他們 每天生活日常的 關係的總經理 他把這些錢 他可以怎樣做 然後呢 有關於股東大會 跟董事會之間的 這些結構對不對 就可以這樣做 其實更重要的 在法律層面之外 更重要的是社會觀感 郭台銘曾經提出一個 被認為是暗殺條款 這個案子的發展 有沒有到最後 是可能讓他選不了 來 這個選法律的 有沒有可能 雅老師好像也認為 你不外出任何可能 是不是 我也認為這個事情 因為風風雨雨 因為就案子的本身來講 背心案其實 不論是濫發獎金 掏空公司 或者是挪用公款 等等等等的 這些其實都非常容易 獲得一個可以起訴 或不要起訴的一個結論的 所以如果檢方認為 我不曉得是不是如此 或者是不是有人這樣子觀察 檢方現在結案 時機並不宜 所以要拖到明年一月 謝謝老師 去年更不宜 去年人家在選舉 去年人家在選舉更不宜 現在動作又要人家出選 你動作宜嗎 也很容易讓人家去聯想 所以就讓我覺得 其實檢察官 那什麼時機是宜 所以 睡的時機是什麼 說不定 7月8號到14號做完民調 他如果出現之後 然後結案 那還是說等到總統大選之後 所以我不曉得 所以你剛才提到郭台銘講說 國民黨要有備案 他後腦袋很可能就想到 是不是將來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 也會有新票案類似的 出現之後根本選不了 選不了他必須要退出 然後檢察官他也了解 檢察官很可能 是在比較合宜的時間 合宜的時間 這個對我來講 寫不下去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不合宜 這樣子的思考是不合宜的 因為這個太政治性了 剛才對不對 瑞德剛剛講 這王金平最聰明 對啊 你們參加這項比賽根本沒有用 所以我乾脆退出 說不定有會後賽 說不定有延長賽他講的 大家都在等一個月等備案 一個在延長賽 可是我 原來在等的是這個案子 對啊 所以我就剛才要接著瑞德剛剛講說 這個案子本身不是單純的司法案 還有政治的意義 它是政治的意涵非常大的一個案件 沒有錯 所以檢察官你不能夠說 我這一個 這一個 好像不了解 因為時間 時機點太重要了 沒有啦 不好意思啦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這話也對 這話也對 你就正常辦案啊 這話也對 但是如果你在韓國瑜 拿到初選的那個門票了以後 你把它起訴 他會怎麼講 他不會退選的啊 他會說 政治破壞 白色恐怖啊 明年一月十二號他當選總統之後發現 起訴啊 然後呢 不會 當選總統以後 停止訴訟 行事案件 停止訴訟 就有破免權 當選免關 落選被關 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 當選啊 他立刻就馬上就要就職 就獲得了 停止訴訟 行事罪名權 對啊 所以北姐的檢察官 你們現在盤算這個嗎 我不知道耶 所以我 你們在等這個嗎 我們之所以在這裡講這一段 當選之後就不用關了 所以就拖 拖到一月十二號 不過小君你這樣的講是說 他一定有啦 所以 你不是我說正常辦案嗎 所以這個案子 如果有的話怎麼辦呢 我來假設啦 假設我們是這一組的 這個案子是我們這一組在辦的 我們這在辦 我們辦到一半在去年 假設是去年 這個案子看起來是去年就有的 他說去年你在十一月二十四號 是在選市長 那這個過程裡面呢 你去發動偵查 這個也很怪 就是你這個資料 是不是收集齊全了 如果還沒有齊全的話 你貿然去出手的話 那對整個市長的一個選舉 那是衝擊 是非常大的 人家馬上打背琴牌 白色恐怖 所以在去年的時候你說這個案子 人家在選舉當中沒有去發動偵查 我覺得稍微還合理啦 還合理 但是選完了以後 你說再辦辦 你把那裡點點點點點 難道檢察官你的想法是說 我現在人家偵辦以後 是不是說 或抽或算帳啦 你看啦 民進黨中央執政以後發動司法 我選上高雄市長以後 他不讓我幹了 馬上給我 給我 要來偵查我的 在北農期間的一個案子 所以他可能也投鼠忌器 那問題是說 我們要問啊 那什麼時候 主持人問得很好 什麼時候才是好時間點呢 一來你看 又碰到初選啊 沒有 那個十一月二十四號到十二月二十五號 他就職前是最次剛事件 到最後又沒有人感動 但重點就是說 我認為啦 這整個案子到現在 韓國瑜的講法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對這個事實 似乎他好像是 也沒有特別去否認喔 他的講法是說 我那時候都有董事會啦 股東大會 股東大會 我是比較懷疑有沒有股東大會 可是這個講法 在檢察官那邊是說不通的 在法律上是講不通的 如果這個總經理 我們是 我們這幾個全部都是你的親信 你就輸在我們 我不知道我們母 一個人來中國 要來日本 要來處理後 自己比較好都可以補償 這個很 你可以圖利我們 圖利我們可以可能是犒賞 可是你不能沒有一個標準 然後因此而傷害到整個公司啊 這都是公司賺錢啊 對股東來做交代啊 何況啊 北農 他不是單純的一般民間的公司啊 不是你說哎呀我們這些股東 我們這些董事會 我們全部我們都不care 你錢就花吧 只要跟總經理跟董事長 你們很好的 你們是一掛的盡情去花吧 去享受吧 你們才會有精神 把北農經營 把這家公司經營得很好 可以這樣子嗎 解藥官如果知道你是這種心態的話 連你這些董事全部把你傳過來 跟你當成共犯把你給法辦耶 所以我反而會覺得說 韓國瑜講話也必須要特別小心啊 就是說這個案子到底 畢竟還沒有成案 事實是什麼 我想比較想知道的是 他可以針對事實被指控的部分 他願意願不願意出來講清楚 你到底是有種這樣的 這個公堂 白農的公堂 對你比較好的親信 你讓他們更多人可以解剖 不是出來講 說沒有啦 我那些董事長都有跟他同意 我郭董台會也有跟他同意 可以這樣講嗎 我不知道韓國瑜身上到底 背了多少案件 林志鴻加入我們討論 他手中有獨家資料 我剛剛特別提到的是 這個兩岸智慧的研究人員 他特別點出的是說 高雄小三通 這個幽靈小三通裡頭 因為我們過去的規範 我們雙方面 中國跟台灣之間是有一個對口單位 都是有中央 而且我們牽線的港口裡頭 只有金門 澎湖跟馬祖 這些離島是合法開放 小三通的一個港口 絕對沒有高雄的期間 溫州 動頭也不是中國開放 小三通的一個港口 所以你很顯然 這雙方面根本是違反我們現在的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但問題是來的 那主辦單位呢 你看爭議不止如此 這個小三通的首行的活動內容 非常有問題 包括主辦單位 因為這個小三通的主辦單位 小三通的潘恆旭的林志宏 也加入我們討論 他手中的獨家資料到底是什麼 聽聽看 駱鴻斌他過去是怎麼說的 未來的新共創 我談一下大陸的情況 大陸的內憂外患 造成了新的領導人 真的很厲害 我們習大大很厲害 所以用一路一帶去外銷轉內銷 一路一帶就建立有五個資金鏈 一個就是亞國行 金莊銀行 上河銀行 然後海上絲綢支付資金 陸上絲綢支付資金 這五個給他弄起來以後 他把四萬個億的外匯存底 借給一百多個國家 難過用馬西爾計畫 你這四萬個億的美金 換成他存到這五個金融機構 然後一百多個國家 從這個金融機構借錢去啊 然後換成他有百分之三十到五十的利證 就換成五六萬個億美元的人民幣回來 所以中國大陸是2016年全世界的金融中心 人民幣因為這樣 所以它變成世界貨幣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看到的 大陸的這個作法 來 志鴻你今天去地險署按鈴控告 你到底控告什麼 我們想了解 哪些人在這一個叫做小三通 應該叫幽靈小三通 哪些人參加 你的懷疑是什麼 這個場景 如果說沒有小三通 如果講小三通 我會認為說這個場景是在金門 或者是在媽祖 舉辦這樣的活動一次 但是在高雄 他講說高雄期經到溫州洞頭 要進行小三通 這件事情一出來的時候 發現說怎麼會在高雄會有小三通 查了一下現在台灣 小三通也說金門對廈門 馬祖對馬尾崗 後來看了這個資料畫面 照片之後賀蘭發現說 哇 裡面一整個都是藍營人士 加上高雄市政府的潘恆旭局長 就在這個地方 潘恆旭局長 那還有國民黨議員 鍾義仲 國民黨議員這個陳若翠 那還有當然國民黨的里長等等 都在現場 所以這一場呢 基本上就是這個廠商 跟溫州這邊有 黃昭順人在 黃昭順在這個 我們看下一張照片 黃昭順在這裡 我來了 黃昭順在這裡 黃昭順在這裡 在這裡 所以還有黃柏林議員 在這裡 他這個是許崑元議長 辦公室的主任 清理社都是國民黨的人士 那這個消息呢 據我們了解當地的媒體 事前也都不知道說 原來有這一場所謂的小三通 直行的記者會 也只有中天 望中集團知道這個記者會 那我們就想說 到底這個企業這個廠商 有什麼通天本領 可以把高雄市政府觀光局局長 還有這麼多的藍營的名代 請到現場來 那到底這樣的活動的規劃裡面 他很不容易說 今天要辦記者會 明天就可以辦記者會 一定事前做了很多規劃 做了很多聯繫 包含印這個帖子 邀請每個來賓到現場 所以說這個之前 到底有沒有跟潘恒旭 做成什麼樣的協議 高雄市政府在這一場 號稱兩岸要進行小三通直行 高雄對溫州這個航線裡面 高雄市政府有沒有扮演 怎麼樣指導這個會議活動規劃 角色跟對岸有沒有達成什麼協議 如果有參與其中的話 我們就認為說 這個就是違反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甚至是刑法的外患罪 現在就定義說大陸地區 就是屬於這個外國政府 因為這個刑法外患罪有規定說 我們不可以施與這個外國政府 進行任何約定的簽署 那這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也有講說 中華民國的船舶 必須要經過主管機關的許可 才可以駛入大陸地區 那這樣的直行的這個記者會 船目前還停在這個高雄港 我就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辦一個這樣的記者會 之後船還停到高雄港不出去呢 對 為什麼 所以手航了半天 這兩艘船還沒出去 一般來說這個漁船 或者貨船要出去 手航的話應該是 這個丟瓶子丟麻糬到海裡面 一個慶祝一次之後 船開出去 那慶祝不管是豐收 不管是有什麼樣的 對 未來可能獲利的好處 但是船沒有開出去 所以這會不會是 其實這個中間商 這個上河海運 而且是被註銷航權 而且是他已經解散了公司 跟高雄市政府在演一出戲 要跟中共達成某部分的直行協議 逼迫中央政府陸委會 來買單這個航線 會不會是要一起演出戲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畫面裡面 目前有這個記者會裡面 談到有兩艘 一個是永順任號 大家新聞上都看到說 永順任號過去有這樣走私的紀錄 那這個顏洪倫 我後面有一個資料 所以你是說這兩艘漁船 現在還停在原地就是了 還停在原地 高雄港它沒有出去 所以它製造一個假象 好像要告訴這個 跟中共交差說 我們在台灣有政治實力 可以找到高雄市政府的人 高雄市政府願意配合我們 進行可能的一國兩制 可能的兩岸之間 什麼樣和平的交流 這是這場記者會最重要的目的 那我們也看到說 在記者會裡面 我們後來在其他的臉書上 找到一個周滿芝 周滿芝 周滿芝 他也參與其中 他帶了一些穿著旗袍的 接帶的一些姐妹 去現場幫忙做接帶 那也錄了一些影像的畫面 周滿芝是誰 周滿芝是一個其中的參與者 那他是高雄市新住民姐妹 關懷協會的理事長 你說他錄了這個影片 他錄了現場影片 那在裡面影片的時候 可以聽到說 這個主辦方有提到說 我們這樣的兩岸經貿交流 直行呢 中共中央政府非常的支持 代表是說他跟他們達成協議 接著在影片的另外一個部分 也有提到是陳洛翠議員 在演講的時候 致詞的時候提到說 我們在場的潘恆旭局長 所以這就徹底的打臉潘恆旭說 他是以私人名義參加這場記者會 因為現場的議員稱呼他局長 就不會是稱呼他潘恆旭潘先生 證明是說潘恆旭根本 從頭到底就是說謊 配合這個兩岸之間這樣的 這個上河海運 進行統戰的交流 所以這個影片當初到底拍到什麼樣的內容 你說帶著一批穿著旗袍的女子 共同去參加 這傳導出什麼意涵嗎 這個影片 這個周滿之女士 她一直以來在去年六月的時候 又有到陝西 進行統戰愛國主義宣言之類的交流 那跟這個高雄在地新住民的姐妹 籌組一個關懷協會 長期跟藍營人士做緊密的接觸合作 所以在他臉書裡面看到好多的友人 都會是國民黨的人士 所以說他們就是一個利益結構體 一起再配合要演出 就是讓台灣接受中國的統戰的一個機構 所以全部是共產黨統戰部底下的相關的分布就是了 OK 那你獨家所拿到 因為我們想要是從法律層面來講 簽了合約 簽了協定 這裡頭姿勢體大 最重真的是無期徒刑 你拿到這個獨家 叫什麼 傳播租賃契約書 這什麼內容 這個昨天陸委會的時候 有發布一個新聞稿說 其中一個叫嚴洪倫 是由新城租給這個啟洪的陳永仲 陳永仲呢 其實這個裡面呢 他們是陳永仲去跟這個新城租 船之後交給李文中 就是籌辦這個記者會 這個上河海運的董事長李文中 來進行各種的船運的階下管理 所以新城公司的負責人他是船東 他完全不知道說這艘船 原來要被拿去運用在 這個違法的兩岸小三通的直航 可能航列裡面 所以說據我們了解到 他們合約是去年八月 簽到今年的八月 目前來說這樣的船組因為 去年八月 這是陳菊時代簽的 這是107年簽的 他到今年的八月九號的時間到期 那這些船組呢 他感到非常的困擾 因為這個事件爆發開來的時候 才知道原本他好好的一艘 這是雜貨輪 就是本來的小三通航線的雜貨輪 居然可能被運用在違法的小三通航線裡面去 所以他現在深感困擾 他們已經考慮說時間約到的時候 就不要再跟這個啟洪公司 啟洪輪船公司進行進一步的續約 因為他要保障自己這個船 不要有任何違法的疑慮存在 所以目前我們得到這樣的契約內容 可以知道是說這個新城公司 他們倍感困擾 不希望這個事情繼續延燒下去 但是這過程當中都是李文中 而且就我從這個業界了解到一些消息是 李文中早在一兩年前開始財務出現危機 所以他在今年初的時候 航權被終止 在6月12號的時候 這個公司被解散 當然他們現在說法是說 他重組公司的股東 李文中就是上河海運的董事長 就這一次舉辦這個活動 記者會的主要的負責人李文中 是 那個上一副大哥 這樣的一個發展 到底何者為真何者為假 何者為整體的共犯結構的詐騙行為 我覺得租約歸租約部分 因為租約不涉及到 船隻是否違法的問題 我租你船嘛 那接下來是實際行為 是你那個船有沒有違法的問題 所以你說這張契約 基本上是一個蠻單純的租借 這個輪船的契約 但是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小三通我們已經討論了太多了 就是說基本上其今是不得為小三通的 因為那個離島建設條例是講得很清楚 小三通的規範 那另外一個規範是什麼 另外一個規範是 兩岸投行 執行 兩岸執行 那個申請的作業規範 那規定的很清楚 他規定兩岸的船隻的直航 其中有幾個要項 其中有一個最重要的是 登記於兩岸 資本登記於兩岸的公司 或兩岸登記於香港的公司 那請問你 現在有 有中華民國有一家叫 上海核運的公司嗎 沒有 有這家公司嗎 早就解散了不是嗎 他是沒有啊 那沒有這家公司 卻有這家公司 要跟大陸去兩岸直通 其實 基本上就是一個騙局嘛 蘇貞昌沒有說錯 每一家公司 結果出來的這一家公司 跟你說我要去小三通 這就是騙局 那昨天呢 證件發表會的五個候選人當中 特別提到什麼 特別提到未來 未來的一國兩制 五個人當中呢 只有一個人反對 你們真的反對嗎 還是選舉到了 完全為了騙選票呢 來 還原這個大現場 我們一定要以憲法為根本 中華民國憲法 以及兩岸人民關於條例 標誌得非常的清楚 中華民國兩個地區 自由地區大陸地區 所以兩岸之間任何的交流 中國大陸一定要正視 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要以民意為依歸 今天在台灣 主流意見市場 統一跟獨立 都是不可能達成 也沒有辦法被接受 香港反送中之後 民進黨大做文章 說什麼 今日香港 明日台灣 我要告訴各位 這是沒志氣 自我矮話的說法 因為我認為 一國兩制 從來就不適用於台灣 我最尊敬的蔣經國總統 也早在1982年 就說過了 反對一國兩制 台灣的民主制度 是我們的驕傲 也是我們的堅持 我郭台銘做總統 向大家保證 一國兩制 絕對不會在台灣發聲 我們的兩岸關係 要的是什麼 要的是民主 要的是和平 要的是繁榮 第一優先 就是我們的民主 絕對不能被改變 這個是我們重要的一個基礎 我們絕對不要受到 任何個人的因素 或者是任何的政黨的因素 影響 當然 對於兩岸關係 我們除了要堅持 我們中華民國 民主自由的一個 的憲政體制以外 我們另外一個重心 重點 我們一定是反對台獨 一定是反對獨裁 同時我們反對一國兩制 我會與大陸展開談判 我會與美國展開談判 我會與日本展開談判 我要告訴大陸 我們現在要用中華民國憲法 跟中華文化 統戰大陸 統一大陸 反攻大陸 我要告訴習近平 兩岸必須要和平 兩岸必須要合作 兩岸必須要交流 兩岸必須要共贏 作為總統 不能只是想維持安全 更重要的要積極的要創造和平 只有和平才有安全 我當選總統 目標是把台灣打造成為國際和平區 在兩岸方面 創造和平不是口號而已 而是要拿出方法出來的 我的方法非常清楚 以兩岸目前的法理現狀作為基礎 結束敵對狀態簽署和平協定 我也要提醒北京政府 一國兩制是一個統一後的政治安排 來我請教姚老師 除了張亞中之外 這四個人都狠狠打臉習近平 其實你說張亞中也打臉也沒什麼問題了 他也打臉了 因為他認為現在只要和平協議 兩岸是平等的簽訂什麼和和協定 統合了 這是他統合論 其實五個人呢 其實講簡單一點 就會發覺國民黨根本沒有一個主流的兩岸政策 各說各話 從郭台銘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他繼承馬英九的主張 一直到韓國瑜的一國兩區 一直到這個朱立倫的反台獨 一直到周錫瑋的反共大陸 還在要統一中國 到最後 這些都是每一個主張各異 你會發覺根本沒有中心思想 或者更具體一點 根本沒有反應台灣 絕大多數人民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中心思想 來我請教瑞德大哥 這一場 國政願景的說明會 事實上呢 最佳男女主角都缺席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他們都針對的是國台辦的主張 國台辦呢 特別傳達了習近平 九二共識就是什麼 就是一國兩制 我說男女主角缺席 還缺席的是誰 女主角最佳女主角是誰 剉英文 咱四個題目裡頭 通通都在罵蔡英文 她才是主角 對 沒有錯 對 她才是主角 所以男女主角 通通都缺席的 來 瑞德大哥 所以昨天其實 在這一場國政願景的 這個發表會裡面呢 那麼聲量最大的就是蔡英文 因為所有的人不願而同罵她 其中有一位 第一位還罵了八分鐘 你知道嗎 罵得非常的精彩 不過花五百萬來罵這八分鐘 我不知道值不值得了 然後呢 那麼廣告實斗 我覺得蔡英文最近 越來越幽默滿好的 除了剪刀槍被拉台妹之外呢 蔡英文今天很幽默地說 那麼在廣告時間呢 聲量最大的是郭台銘 因為廣告都是他 有錢真好啊 有錢不是萬能 沒錢我萬不能 你知道嗎 那麼事實上 在昨天的這個裡面呢 我覺得國台辦會非常的生氣 因為除了張亞中提出這個 要簽署兩岸和平協議之外 那麼其他的人講法顯然 會讓國台辦沒面子 包括韓國瑜 韓國瑜講到什麼 在台灣 台獨跟統一 是大家都不可能達成的 天啊 你在這個時候 你在這個時候那裡幹嘛 進香港跟這個 澳門的這個中聯辦 那兩個機構 所以他才可能被丟包啦 對啊 你在既在美國 既你自己說 國王靠美國之外對不對 然後現在 國台辦一定很生氣啊 那麼事實上 韓國瑜在昨天裡面 有一些講法 他發了三分多鐘 一直在 我覺得這幾天 他在頒獎那些模範生 那麼已經受到過度的驚嚇 你知道嗎 驚嚇 然後現在連女生 上來要拉一個什麼 又是不要做這個動作 現在很敏感了 你這個堂堂市長 去怕這個15歲的這個小朋友 6歲的小朋友啊 我覺得為什麼說 抽到過度的驚嚇 昨天的韓國瑜 是我有史以來看到上台 最難看的時候 為什麼 兩隻手老老實實的放著 然後呢 講話沒有重點 為什麼 因為他胡言亂語的時候 他那位 吞吞吞吞吞 宇宙無敵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咪啪啪啪的時候 他的口才是非常利用的 然後講出一些驚人之語啊 那麼最近幾場 越胡言亂語 因為 越唱所欲言 人進來 過出去高雄 花他台就這樣子 胡言亂語出來的 不是嗎 昨天又講了一個什麼 什麼浴缸塞子 不要說 不要說很多人不懂 我也不懂 你知道嗎 所以他講了很多 他本來照你來講 外交兩岸的處境 像是浴缸的塞子一樣 對 順口溜對不對 那順口溜啊 本來是他最在行的 結果他就 他卻在這個地方失分啊 昨天 那麼韓國瑜為了要這個 說服89萬投票給他支持的 這個高雄市民 這是他的根本嘛 除了韓流之外 這些最主要是他的根本嘛 所以他不斷地在說服啊 我跟各位講一件事 如果呢 一個老公啊 那麼跟他的太太 在昨天剛好結婚滿六個月 看到路邊一個更漂亮 家裡家事背景更有錢的 然後回來跟他太太講說 我決定 我決定必要的時候 跟你離婚去娶她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們家沒有錢啊 我們家沒有事業 我們家還有負債 娶了她以後就可以用她的錢 把這個負債還清楚 老婆你不要放心 你不要擔心 我不會背欺你的 為什麼 一個禮拜我有三天 會回來跟你住 你知道嗎 然後呢 我有什麼慶典 比如說中秋節 春節 還有清明掃墓節 我都回來跟你住 在我們家舉行 你會覺得怎麼樣 她不講 我現在講的這個老婆 就是現在89萬的高雄市民 不是嗎 兩個棋手在下棋 如果台灣只是當一個鞠馬炮兵族 時間一到 架子沒有就丟掉了 還是我們要換一個角色 身體非常疲倦 晚上很累 泡個澡當個塞子 棋子還是塞子 塞子必須有水要泡澡 必須有浴缸 水很重要量大 浴缸要很大 沒有這個小塞子 你今天晚上就沒有辦法泡澡 台灣是棋子 還是個塞子 有一個只有我才有的優勢 我到美國 我戴著中華民國的國旗帽 進白宮見川普 我在買日本下午時 我讓中華民國的國喜 和日本國喜 同時掛在各國媒體的面前 只有我擁有 與多國領袖之間的個人交情 把現場遊戲的人 有個名詞叫做開外掛 我就是中華民國的最強外掛 打電動最強的外掛指的是什麼意思 打電動最強的外掛指的是什麼意思 打電動最強的外掛指的是作弊 是作弊 在遊戲裡面外掛是作弊 用一些小程式 他說他是中華民國最強的外掛 最強的 是作弊 你上網路上 外掛不一定用在遊戲 如果用在遊戲 基本上叫作弊 你試不去會去查 你有沒有外掛 如果你一查出你有外掛 馬上要你下線獲釋 整個封鎖你的帳號 所以很多年輕人玩遊戲的外掛是 譬如說他 郭台銘怎麼會這樣講 他要一整天掛網掛在上面 他不能在那邊玩遊戲 他必須要賺那個積分 賺那個點數的時候 開個外掛在那邊 一直不斷挖礦之類的 這是外掛 所以說這個遊戲裡面 是一個作弊的行為 所以郭台銘 我不知道他的幕僚 是怎麼樣提供他這樣建議 用外掛 結果是被人家笑說作弊 高雄其實像是罵韓國瑜落袍 他認為這個草包是 是那種全民運動 韓國瑜市長 在明年會不會肯真的被雙殺 非常謝謝各位 持續鎖定新台灣講義 我們再會了